泛美運動會將於2015年在多倫多舉行 最近本地一間華人經營的招牌公司 就獲得泛美運動會籌委會批出合約 為運動會安裝臨時招牌 又趁線而帶大家看看 這間華人經營的招牌公司 在本地開業超過20年 擁有5萬呎廠房和過百名員工 公司最近獲得泛美運動會籌委會 批出75萬元合約 為運動會安裝臨時招牌 是和籌合約中金額最高 負責人賀夏華表示 今次是難得機會希望有助推廣公司業務 有電、有噴油、有膠板、有銷漢 其實是一個非常綜合性的行業 去年已經成立了另一個電工的部門 至於將來會否再進入去 再做多一、兩行 絕對是一個可能性 2015年泛美運動會 是本國近年規模最大的體育賽事 除了帶動旅遊業之外 亦為安省多個行業帶來巨大商機 運動會籌委會更積極 與本國原住民及少數族裔供應商代表合作 邀請各族裔社區企業參與興建項目 展現本國多元文化 我不會覺得是為何會給一間中國人公司 而我覺得應該說是我們作為一間公司 是一間有基礎、有實力 肯做事、肯擔當 做好自己的工作的公司 招牌公司目前負責 泛美運動會26個場地的招牌安裝 預計到明年4月就會組裝完成 他們亦希望未來可以繼續 和泛美運動會合作 爭取更多招牌項目和生意機會 Almany News記者陳善儀報道